吴红梅是怎样的做到在赵贤坤面前不将不造的,越往后看越能发现这个女孩在董事长面前说话头头是道,而且能揣摩赵贤坤的心思。 假如说小唐秘书是赵贤坤工作上的灵魂伴侣的话,那么吴红梅则是赵贤坤的红颜知己。 只不过这个红颜知己仅限于对她权力的敬重和攀比而已。 赵贤坤急着贴身助力,而玛丽亚挑选了一对高端人才供她选择,可赵贤坤一个都看不上。 慌乱之下,玛丽亚上吴红梅送一份丧失的材料,不料被董事长指摘,说话至于玛丽亚前驴即穷。 这时吴红梅私自缠怀说,董事长是不是要有基层经历的人,并通知赵贤坤本人曾经在工地上实习过一年。 这时赵贤坤眼前一亮,并通知玛丽亚我就是要这种人,复合型人才。 吴红梅中年被玛丽亚压制着,为什么会在董事长面前巧话说呢? 要于她想翻身,其次在年会的晚上,吴红梅穿着单薄地站在门口迎逼,赵贤坤随手脱下毛衣递给她。 回到家的时候,吴红梅像宝贝似的放在沙发上,连张小北都不能碰。 假如说她是在意毛衣的价钱的话,我更觉得她在意的是赵贤坤。 这种兢兢业业的维护着毛衣,像极了捧在手心的宝贝,含在嘴里怕话,捧在手心怕掉。 但是当赵贤坤小的吴红梅为了吹干毛衣,整整吹了三个小时的时分,她看了她一眼,然后拿了毛衣。 看似大度的赵贤坤,这是曾经开端留意到吴红梅了。 而吴红梅呢,也正用着本人的单纯承受着赵贤坤。 假如说前面两次是巧合的话,那么继鞋带就藏着满屏的暧昧感。 变革小姐开会,综为董事长的赵贤坤,是不是要全部人员到齐之后,他才最后带助理呈现在办公室。 而他呢,一个人跑到变革小组办公室。 变革小组开会,综为董事长的赵贤坤,是不是要全部人员到齐之后,他才最后带助理呈现在办公室。 而他呢,一个人跑到变革小组办公室。 而正好只要吴红梅一个人在这儿,这是巧合还是不测。 碰巧携带松了,吴红梅马上蹲在地上帮他,又主动的撩头发。 这一刻赵贤坤明显在回想,在考虑,之后又不谋而合的一路畅聊。 直到赵贤坤消失在办公室门口,吴红梅才不舍的分开。 吴红梅到底是对赵贤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? 此时的他也向张嫂贝提出了离婚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,每天都会讲述理想之城的故事。 让我们下期再见。